嘿大家好 嘿大家好 今天有網友在底下留言 說千山鳥飛絕想看牧家爵導演還沒喊咖 我就先拿下一殺 今天帶來的就是牧家爵實戰解說 那我也去研究了這個版本 一些牧家爵大師的出裝 那麼這一套我玩起來算是特別滿意 所以就拿出來介紹給大家 大家可以看一下這一套裝備 既有點小坦度 那再來他的攻擊不論是普攻或是技能傷害 也都算是還不錯 朽木不可丟我們手握兩把刀 暮光之刃再加上秘咒之刃 這邊一個閃現先過牆 我們至少讓對方的打野的紅buff被隊友自己拿走 這時候納克羅斯非常生氣 不調戲人妻反而調戲蘿莉 那很可憐的我們的愛麗絲就這樣掰掰 那為什麼這一場我也選擇木家爵 因為我看到對方選了圖倫 那既然選了圖倫 我們就選木家爵來counter他 但木家爵以前可以counter圖倫 是因為他在清兵線的時候可以有極大的優勢 但現在他們有一個藍在旁邊害來害去 那這樣就會導致他清兵線速度其實不會比我慢太多 但是木家爵沒有位移技能沒有控制技能 甚至也沒有保命加速技能 但我告訴你他呢在這個版本呢 還是只要搭配到愛麗絲 還是一個相當恐怖的存在 你呢其實很少遇到他 但我們這一場啊就讓你就玩給你看 好這一場大家都知道我上S嗎 這也是一個心耀S級的排位解說 這一場啊不要聽我在那邊撈撈刀刀 我真的是殺到對方亂七八糟 那我這一場呢就比較詳細的來解說一下每個環節 好你看我們這一場的打野呢是 蘭鐸那魔龍路呢是被大仙說一點都不強的 拉維爾他也沒說不強啦 但他就是說沒那麼強 好了那我們這邊的話呢先幫著我們的打野吃魔龍 因為我們木家爵普攻啊其實也是蠻兇猛的 那這邊雙射手魔龍一下就吃掉 我身上的血的魔量呢其實也不太夠 我本來想說我要清完中路這波兵線 然後就要回家睡高高 兵線呢對於法師來講是非常重要的 千萬不要漏掉任何一波啊 那我這邊的技能愛怎麼用就怎麼用啊 結果呢我看到我們艾麗絲很衝啊 但我現在只剩下普攻啊 那我是覺得因為隊友都沒跟上 所以這樣路也是有點危險 那還好呢這個我們隊友都趕到 不過呢接下來就被對方直接圍剿 我只能說在這一波死掉是正常啊 沒死掉是因為我裝忙啊 好這個很危險 那我呢看到下一波兵線來 我現在啊心情啊又非常的慌啊 很像啊沒寫作業然後就跑出去玩 怕被媽發現 我在這裡想清掉這一波兵啊 但是不知道能不能清得掉 因為圖倫一個大招我可能就要死掉 還好他大招沒有打下來 那這邊就不跟你兒戲了我先離開 現在視野黑媽媽 我有點心驚驚 我怕吃兵線等等就被電了 那現在呢我們要小心一點 因為知道佐草安全嘛 所以盡量靠在右邊 果然對方納克羅斯想要衝出來壞壞啊 那我們現在要迅速判斷戰場能不能打 反正在上馬洛斯在下 所以表示這一波是一個四打四 應該是可以打 那這邊愛麗絲丟了大招 剛好呢讓我的魔攻啊 讓對方的魔防被降掉 魔攻增強 對方還有一個圖倫還想跑 我直接叫一個閃線跟上來 但是好像跑有點快 這時候小地圖上反正消失了 所以我知道他一定在草叢裡 果然發現一下疊到四成 我的大招又要好了 搭配我們的射手直接射掉 那這一波的話呢 團戰打得還不錯 最主要是因為他們沒有抓到我 我在旁邊瘋狂輸出瘋狂補血 那看到一個疊到五成就直接爆掉 那接下來我們一起來拆上塔 納克羅斯在吃紅啊 這個時候呢 最有可能納克羅斯來阻止我們 那我這邊呢 只要能幫隊友補血 我們就要幫隊友補點血 就算一點點也好 那我站在比較靠近左上方的位置 那納克羅斯過來不會直接抓掉我 瞬間呢疊到四成 搭配我們的愛麗絲 這就是呢 木家絕搭配愛麗絲一個非常強勢的地方啊 所以呢 愛麗絲在這個版本 絕對是非邊極選 只要愛麗絲一放出來 完蛋就跟蕭告趕快 好剛剛那個藍的很可惜啊 他直接開著AE86就跑了 那我們這邊的話呢 再往中路去靠 但很可惜剛剛沒有人幫我清中路的兵線 掉了一座塔 這邊靠對方的圖倫 比較可惜我沒辦法一整套把他殺掉 那剛剛的藍的沒死嘛 現在呢 我讓他有時間可以去尿尿 那我們現在很想要拆掉這個中塔 但是呢每次兵線一進去 對方就有人來防守 比較難打 而且重點是我們只要不喜歡毒到對方 會持續傷害他呢就會打我 那這邊呢我被塔打了幾下 又被反射了幾下 對方納克羅斯已經過來 我們的血量已經不太好了 所以我想說呢就先往後拉 而且看了一下我們的小地圖 你可以發現隊友呢 基本上都一直往下靠 往後靠 雖然說旁邊有輔助 但是因為血量已經不太允許 那我們這邊先用二技能幫自己補點血 盡量呢你可以看到 我都會讓愛麗絲走在我的前面 讓他去至少幫我探點視野之類的 那這時候看到中路的隊友被包起來 馬上跟愛麗絲跟的上來 有著愛麗絲的幫忙啊 我們這個穆加爵可以變成秒殺大師 這邊圖倫呢就算開了免疫 但是還是難逃一死 我的下一件裝呢是生命法杖 因為可以讓我們的續航力更好 這邊圖倫死掉了 我在想說下一波兵線來 應該可以試著要拆掉中塔 可是你可以看 我們現在上塔呢沒有人防守 所以上塔就爆掉了 那還好是我們拉維爾過去守了一下 這一波的話可以看喔 對方的防禦塔呢一直想要打我 不知道是我欠他錢還怎麼樣 納克羅斯過來馬上先繳一個閃線 往側邊拉 這時候血量其實蠻少 納克羅斯硬要跟我打的話 也許有機會把我殺掉 那我趕快就先往後走 那魔量呢也低於一半了 所以這一波先回家 好那我看到對方已經逼近我們的野區了 但他如果在這邊打起來就是一個非常不明智之舉 我們在這種狹窄的地方打架是非常強的 馬洛斯一個跳大 他們能逃去哪裡 對愛麗絲放一個大招 直接困住四五個人 那這邊的話呢我是有點不太醒了 我先往後拉 剩下事情交給隊友去處理 不過這一波會戰是個二換二 有點小可惜 我覺得應該可以打得更好 好來看一下下一波會戰 這一個比賽 這一場真的是非常急促 跟七龍珠一樣 動不動就在打架 好那我們這邊馬洛斯呢 跳下去啊 凡恩在旁邊看戲啊 那這個凡恩呢剛好被 拉維爾射到直接葛屁 然後這邊的話我們其實是有優勢的啊 現在直接殺掉對方三個人 一波零換三啊 那我還能持續的當個保母啊 直接補血 但因為兵線都太差 你可以看沒有什麼兵線推過去 那這時候我覺得吃凱撒是最好的時機點 所以馬上摳隊友過來吃凱撒 那我們出了這個急寒之戶 所以增加一點物防 如果呢打團戰對方針對我打 還會被我的急寒之戶觸發的被動給緩速到 那很可惜我們上路的小蘿莉呢 應該是敵不過納克羅斯的追擊 就直接爆掉了 但我跟你講我們現在要去追納克羅斯 其實有點難 基本上追不太到啊 那我就想說好那就看到靈鳥 先吃靈鳥 不過這納克羅斯很有可能會回來挑這個靈鳥 因為他的狀態應該不錯 那果然他就過來了 這邊還有一個藍 那我們先往後拉 那我們的偉大又可愛的艾莉絲過來了 那讓隊友跟上來 讓隊友跟上來 讓馬洛斯呢當肉盾 擋在前面 不過這馬洛斯的血量掉的蠻快的 我這邊的話呢想說幫他補點血 結果對方凡恩居然一個大招這麼遠 還殺掉他 這時候呢我突然發現啊 人情能暖 因為剛剛我們在吃魔龍 馬洛斯被打到雙眼朦朧啊 很可惜拉威爾呢又被納克羅斯擊殺掉了 這邊葉娜呢等級已經來到13等 我先往後拉 那我們的偉大又可愛的艾莉絲過來了 這個葉娜呢基本上就走不掉 因為他已經被我疊到了四層嘛 好我們搶到了天空巨龍 那從底下開始放 那時候看到凡恩在我的左側 我馬上跑過來找這個小蘿莉 好我盡量呢先讓艾莉絲呢去探草 得到視野之後呢我再往前 你可以看啊我的站位啊其實非常非常的好 自己講 因為玩木家絕啊你最需要注意的就是自己的站位 你是一個龐大的輸出手 所以平常玩射手也要有這樣的意識 除非呢你是玩那種激進型的射手 那就另當別論 好啦那我這邊呢看到對方的凡恩被艾莉絲 不經一次再死一次啊 我們就讓凡恩呢再死一次 這時候我已經看到納克羅斯在左方啦 結果一過來馬上被秒掉 這就是我們雙射手陣容的一個可怕的火力啊 那這個陣容呢大家不要覺得好像傷害很高 但是也體現出一個非常致命的缺點 你可以看呢我們上下路的兵線狀態都非常的差 那再來呢我們就算打贏一小波會戰也沒辦法推塔 所以現在只能被迫拿凱撒 對方呢擁有葉娜跟納克羅斯 是兩隻非常好用的分推角 你就算呢他分推你要去抓他 但是也超困難 因為他直接滑一下就掰掰啊 那可以看到我們狀態 我們的裝備已經成型了 已經來到完全體 最後一件裝冬日戰服 這一件裝呢既有保密又可以黏人 那這讓木家絕的這個毒啊發揚光大 毒上加毒 這時候呢我看我們家的艾莉絲跑得有點遠 我就趕快說一起一起 不然的話等一下會被抓掉 那馬上靠過來想說要救他一下 你可以看馬洛斯在下路分推 但馬洛斯分推其實很不好 因為他太笨重了 而且他是團戰角 他去分推一點都不好 而這時候我看艾莉絲摳撤退 我看到中路兵線也跟著過來 那馬洛斯應該是躲在草叢裡準備回來 不過我們身上 手上還是握有這個天空巨龍 現在呢要做的就是 能盡量的就是直接打一波團戰 至少讓他死到兩到三隻 然後呢靠著中路兵一路推進去 逼他們想要去分推的人回來 不然的話我們時常被分推 你看連藍都瞧不起我們直接去分推 這邊看到對方葉納躺在那邊 那我趕快疊到五層直接收掉 確定沒有復活戰甲之後 一路向前行再往前推 下路丟一個天空巨龍 這邊這個反而沒人保護直接收掉 納克羅斯又想要再上路分推 我們馬洛斯呢去阻止他 你看像這樣的話 我們一個人去阻止 就算納克羅斯回來打團戰 他也不見得打得贏我們 因為我們越拖到後期 擁有艾莉絲的隊伍勝率越高 所以這一波我們就直接打了進來 他們連手都不敢守啊 那你看對方納克羅斯其實很有水準 他現在呢正在中路動我們兵線 我們現在只剩一台炮車 不過我們有雙有兩個射手 所以一個射手去處理他一個射手來拆塔 那就順利的呢在這場比賽 有驚無險拿下勝利啊 那我也臨死 十幾殺十幾助攻 好今天這部影片到此結束 下部影片見拜拜